判例三它說有曲線y等於四分之一的x三八 跟y等於x 它們兩個曲線所圍成的面積 請你把它求出來 這個你就必須要先求出它的焦點 可以知道說它是從哪裡到哪裡 那可能它要分段 因為它如果有比較多的焦點 可能也許這個曲線比較大 也許在那個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曲線比較大 那我們說我們的積分就是大減小 才會等於面積 如果有小型搭錯就是負的面積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要先讓它兩個相等的時候 y一樣這兩個相等 那相等你把它在一下 在這個可以提出x 再做四分之一x提出來 再做十字焦乘或者因四分解 可以知道四分之一xx加2x解2等於0 所以x就等於-2 0或2有三個 那也就是說它的焦點有三個 那意思就是說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這個情況之下 那因為你這個曲線呢 它是這個 它相交的部分呢 是 反正這個就有三個焦點 那這個有三個焦點 那這個曲線 那這個斜的 那這邊是0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焦點 就是等下會有這個大 等下是另外一個難處大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那因為x三方比較大 最後這個右邊一定是三方再比較高 那這樣第一個焦點下來 當然是直線的會比較大 這一段是直線比較大 然後這個後面也是一樣 這個三方如果x等於負不窮大 它是一定是最越往底下 那這個一次的沒有負的那麼快 所以它是一定是這樣子下來 所以這個一定是長這個樣子 那長這個樣子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直線比較大 那這邊是這個三四方的比較大 所以從-2到0的時候 我們用三四方減掉直線 從0到2的時候 我們用直線減掉三四方 然後去積分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用-2到0 用三四方減掉我們的直線 那0到2是用直線 直線減掉我們的三四方 就是這個 那這個三四方的積分 就是四分之一也是四方 那x的積分就是二分之一也是平方 那一個是-2到0 一個是0到2 都是小到大小到大 然後用大的代音區 減掉小的代音區 大的代音區減掉小的代音區 所以答案就等於2 再看看有問題